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常说干一行爱一行 对于陈勋奇来而言 则是爱一行干一行 只要是被他盯上的职业 想不成功都难 从已50多年的时光里 他经历过无数次的角色变化 而且都是半路出家 但他却可以做到后来者居上 并成为别人眼中的标杆 陈勋奇出生于1951年的香港 家境富裕 后来因为父亲生意失败 导致家道中落 小小年纪他就要出来打工养家糊口 年幼瘦下的陈勋奇干活没利己 许多老板也看不上他 为此他跟着各路各家 学习了跆拳道 咏春 龙泉等传统武术 年纪轻轻便已经是 跆拳道黑代 打工的日子枯燥乏味 做工之余 陈勋奇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 那就是电影 他想过当电影广告绘画师 电影胶片充饮员 但都没有什么门路 后来经过亲戚介绍 15岁的他考进邵氏音乐录音部 当统工 拜师王福林 那段时间他跟着师傅边学边做 当时的香港影坛还是邵氏天下 而王福林是邵氏的首席配乐师 不了情 我的中国心等许多筷子人口的名曲 都是出自他手 正所谓明示出高途 小徒弟陈勋奇在随后的日子里 也展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 师傅将一些少士的小片子交给他配乐 但毕竟他年纪还小 得不到导演的信任 为此陈勋奇开始特意续起了小胡子 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些 这个小胡子一流就是50余年 也成为了他的标志之一 凭借着努力和过人天赋 12年的时间 陈勋奇就已经把香港和台湾 七成的电影配乐都包揽了 此时他仅仅才30岁 在常人看来 如果一个人能在30岁的年纪 做到一个行业顶尖的人物 那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人才 现实生活中 赵踏大名也仅仅只限于圈内 因为那个年代的香港影坛 配乐还属于小众 很不起眼的一个职业 很多人问陈勋奇 你是做什么的 陈勋奇回答说 电影配乐 这些人几乎都会捅一口径的 再问上一句 电影有配乐吗 陈勋奇每次都要 费一番口舌 解释自己的职业 陈勋奇不甘于 就这样被掩没人后 他认为一个人的兴趣 可以很广泛 随后他开始琢磨着 怎样才能多几个兴趣呢 上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初 陈勋奇在配乐界 已是如日中天 大部分港片 都只找他一个人帮忙 这对于整个配乐界而言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 陈勋奇也深感忧虑 他觉得自己再不退出 新人就会失去锻炼的机会 于是他选择 洗手不干 开始将精力 放在做导演上 为此他特意拜访了 当时应饰演光头 神探走红大导演 麦家 由于陈勋奇 做配乐时 赚了不少钱 所以他提出了 不要任何酬劳 请求做麦家的副手 麦家很爽快地答应了 并将他当成自己的入室弟子 让他可以自由出入 自己的书房 奋斗室 陈勋奇可以出入的 这个奋斗室 可是大有名堂 因为里面 经常待着 七个其他的年轻人 分别是麦家 曾志伟 石天 徐克 施南生 泰迪罗宾 黄百明 这七个人后来成立了 纵横香港影坛的 电影制作公司 新一成 而他们也被称为 新一成七怪 陈勋奇 因为有自己的公司 所以不在此列 如今看来 奋斗室里走出来的人物 无一不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正是外师学电影拍摄 陈勋奇 几年后也交出了最大卷 家人有约 空心大上野 提防小手 每一部作品都横扫票房 其中 提防小手还开创了 香港现代动作喜剧片的风潮 当时香港的动作片 以古装戏为主 红金宝 成龙等人 一直想着寻求突破 但迫于投资人的压力 也只能拍一些 民国初期的动作片 看腻了古装戏的观众 看到提防小手这部 穿着西装夹克动作片 眼前一亮 成龙当初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 还特意找到了陈勋奇 直言他拍出了自己心中所想 于是就有了后来 成龙主演的五福星 警察故事等一系列现代动作喜剧 成龙被陈勋奇的影像风格所影响 对他也是好感倍增 两个人因此成为了好友 并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合作 1901年到1993年期间 陈勋奇和成龙合作了两部电影 分别是飞鹰计划和霹雳火 这两部电影是 成龙早期电影风格的成型作 也可以看作是陈勋奇导演生涯的巅峰之作 由于从小练习多家拳术 陈勋奇在这两部电影中 参与了无数指导的工作 为成龙设计出 刚猛伶俐又肩幽默搞笑的武打动作 两部电影火遍大江南北 并受到了国外资本的关注 其中三菱公司就聘请成龙 作为三菱汽车在亚洲的终身代言人 转行做导演的陈勋奇 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就在此时 自己公司内的一个新人 引起了陈勋奇的注意 他就是王家卫 说到陈勋奇的电影配乐 影迷们最熟悉的一定就是 他和王家卫的一系列合作 此时的王家卫 只是心意成一个不起眼的编剧 由于他的个性是出了名的慢 经常是领了几个月的工资 却一个剧本都交不上来 忍无可忍的黄百明 就将王家卫炒了鱿鱼 一个编剧被炒 在圈内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 这意味着能力低 所以没有人愿意收留王家卫 陈勋奇看过王家卫的剧本后 觉得他是个人才 就将他纳入麾下 而此时的王家卫 正在丑拍电影东斜吸毒 一直走在时代前端的王家卫 对佩裕的要求 是既古典又潮流 新和旧相互结合 这种要求对于陈勋奇而言 自然是再好不过 正好成为自己 闭关出山的试金石 或许有观众已经猜到 陈勋奇为东斜吸毒 谱写出了传世名曲 天高孤影任我行 整首曲子 月峰及其苍凉雄浑 电影中所呈现的人物心态 和大漠融为一体 堪称天作之和 之后这首曲子 被大量电影和电视剧所引用 陈勋奇在人生事业上 可以说做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和他同一级别的没有他全能 有他全能的不如他专精 可谓是非常圆满 但陈勋奇的个人生活 却非常不幸 2014年 他的女儿陈开心 在香港跳楼身亡 香消玉允 女儿是他心中的最爱 取名开心 就是希望女儿一辈子开心快乐 谁承想这个叫开心的姑娘 会因为感情问题走上不归路 陈勋奇曾说 自己的女儿很像自己 性格好动 胆子也大 原本没想到让她进入娱乐圈 但经不住女儿 软磨硬泡 但没想到最终会害了自己的女儿 进入娱乐圈意味着一举一动 都会被媒体监控 陈开心 敢爱敢恨 和多位艺人有过感情经历 绯闻男友包括杜德伟 李思杰 马国明等 这些经历经过媒体 添油加醋的报道后 完全变了味道 什么小三 放荡等字眼 不绝于耳 之后还被黑客 曝光私人隐私照 等事件 陈开心患上了抑郁症 最终走向了不归路 这一年陈开心40岁 陈勋奇63岁 女儿跳楼的事件 对陈勋奇打击极大 甚至还患上了 恶性甲状腺 未分化癌 暴瘦30斤 女儿去世之后 陈勋奇选择 终结自己的职业生涯 一心抗癌 自此一代电影奇才 彻底退出了电影圈 纵观陈勋奇的职业生涯 他半路出家 几乎每一个职业 都是从零开始 但他天赋异禀 成绩斐然 可以说真的是 举世罕见 香港电影崛起于草莽 讲究人定胜天 在这种情况下 身兼多职的人 有很多 但只有陈勋奇做到了 真正意义上的 干一行 精一行 堪称真正的天才 香港电影逐渐走向 专业化的今天 需要身兼术 只需拼搏大环境 像陈勋奇这样 无所不容的人才 近几十年来没有 将来恐怕 也难以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业 小明星 转发 打赏金业 大线 转发 打赏金业